香港人口老化 想不想像到50年之後 你每認識三個人 就有一個是老人家呢? 今集的愛地球觀察站 就會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 長者的退休保障問題 香港現時有接近44萬的長者 今集愛地球觀察站 就會帶大家了解 長者退休後的生活需要 甚麼生都沒有 我的生,我的孩子還笑我 我寶寶時間你抱著我做個男生 你現在還在這裏 幾十年,三十幾年了 我自己見到很多的長者 他們都在經濟生活壓力很大 而這些東西也影響到 他們的情緒和精神方面 都很有困擾 今天的長者生活 會不會就是我們將來的寫照呢? 政府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 將會在6月22日結束 內容和我們息息相關 你又知道多少呢? 香港也是一個貧富相當減船的社會 收入的分配 也是很不平均的 個人儲蓄其實不是很容易 特別對一些中下階層 基本上去退休的時候 沒有甚麼儲蓄 除了政策改革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去舒緩長者的心理壓力 亦為自己的將來作打算呢? 在信仰上 我們又可以怎樣看 長者退休生活這個課題呢? 請記得收看 星期四晚 11點播出的愛地球觀察站 節目美南華人猜傳大會 已經到最後一集了 想對猜傳有更多影識的人 就一定不要錯過了 最後一集的美南華人猜傳大會 邀請了韓睿牧師David Choi分享 他曾經在多個國家的特會分享信息 還曾作為全球四千名代表之一 參加2010年第三屆樂桑世界福音會議 很少港元會用路德記的經文 教導有關宣教的內容 但是邱牧師 就會透過路德和拿鵝米 提醒有心智宣教的觀眾 從這個聖書範圍 Ruth是決定去跟Naomi 她去跟Naomi 回到Bethlehem 去Israel 在同樣地 神叫我們決定 不只是去去 但我們也決定 我們會決定 去聘用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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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節目中 蔡牧師也會強調 和上帝結連的重要事 我們需要跟祈禮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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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影《天堂奇遇记》的反应很易烈 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包场 而我们也特别加开了场公开场 鼓励大家继续带亲友来观赏 电影《天堂奇遇记》改编至真人真事 讲述小女孩安娜 幻想不明病因的罕见病症 本来过着平静美满生活的本恩氏一家 因此而陷入恐惧和惶恐之中 亲情和信仰都受到考验 这一日是天堂奇遇记的母亲节特别场 来到的观众都很期待 我邀请了我女朋友的妈妈和爸爸进来 现在暂时她都未信 我想带她在神的角度 看亲情是怎样在主的眷顾下 亲情是怎样可以做得好些 我邀请了我身边这位朋友 想她更加认识到神 和得着神这份救恩 我希望在这个报道场 会更加认识到家里的东西 或者是教会信息的东西 电影中的妈妈基斯丁 在四处尋找名医 为女女医治的过程中 她漸漸失去对上帝的信心 这一幕就触动了现场观众的心 我觉得爱是很重要的 而且会看到片中的妈妈 她女病的时候是很旁默无助的 但是无论你遇到 在人生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都好 我们一点都不会孤单的 一定有我们的主和我们同在 在家里我现在都最近 爸爸身体有事 觉得想这一句求 但是都未可以到 那一部报道是真的要平信心 交臂上手 交臂上手的信心真的需要经历 在这部电影给我自己反省 就是我对神的信心要强 也要行迟祷告 也要多接奔教会 去多些听神的话语 每个人都有机会 遇到人生起起跌跌 很多的患难 当日在电影播放之后 和观众分享信息的 有讲完吴贵行 他看完这部电影 都觉得非常感动 我认为人生有很多的神迹 只不过有些你看得到 有些看不到 其实上帝的爱是看着我们所有人的 人生在艰难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叫我们想起 原来我们需要求一位 创天造地的上帝 他也是我们天父爸爸 他会帮助我们 只要相信有爱 每一天都是奇迹 如果你想将这份奇迹的爱 带给身边的人 鼓励你邀请微信的亲友 入场观赏 又或者包场支持 6月4日的天堂期预计已经爆满 现在特别加开三场公开报道场 和一场英语特别场 大家继续邀请亲友参加 延续电影的感动奇迹 下集《创世情报站》再见 拜拜 2 5 6 9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